现在我们看流体力学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阿基米德原理 这是有关于福利的,这也是我们应用的很多的地方 或者叫Principal,它已经可以成为原理了 它可以成为一个定律了 我们看原来在一个静止的流体里面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现象就是物体如果浸泡在液体里面 它的重量会减轻,为什么重量会减轻呢?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物体在液体里面 它会受液体给它的一个叫做福利往上浮 好,比如说我现在要把一块石头放在这个里头 它的重量会减轻 那我先不要摆石头 我先在水里面,这个液体里面画一个 跟我所要摆的物体一样的一个轮廓 那么这个还是液体 它就在这个里头不动,对不对? 禁止 所以它这个时候受的力,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它会受一个W W的力 然后还有一个 它一个力不能够平衡 所以它一定还有另外一个力 这个力我们称它叫做福利 称它叫做福利 OK 好,那么 因为这个物体不动 这个物体不动 所以我们就有SigmaF要等于B加W等于0 所以呢 它在泡在水里的话 它就会等于 那也就是说福利 那也就是说福利等于这一块同样是同样的议题 同样的议题 它的重量 福利 那么这个W呢 为 义重 义重 B呢 称为福利 Buyant force Buyant force Buyant force 就是叫做福利 OK 好 那福利就等于 这个体积的这个水重 那现在 我们把 我们把原来的这个物体放进去 原来的物体 我们称这个力 我们称这个力 叫做 W 我把这个话偏一点 这个叫做W Body 就这个物体的实在的重量 但是它的轮廓跟那个一样 所以呢 它仍然有一个 Buyant force 仍然有一个Buyant force 好 那么我们假定这个体积是V 这个体积是V 于是 这个物体在水中的重量 在意中 重量 为 不是重量 这核立法 这核立法吗 Sigma F 要等于 Buyant force 减掉 WB 而这个 Sigma F 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在水中的重量 我们把Buyant force 是等于W 等于W 带进去 Buyant force 它是等于 我看到我就用这样子好了 所以Sigma F 就等于向上的 我们写向上的 减掉 这个要用加 减掉这个 好 这个就是等于W 减掉 WB 我看看 好 OK Buyant force 向上的力 OK 这个是 这个是四重 Sigma F 它是等于 这个W' 是四重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应该是写成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得 它的四重 是等于 四重 是等于 这个 WB 减 W 减掉这个 Buyant force 就是W 就是W 我们先写B好了 再等于 WB 减W 好 那这个地方 W' 是什么呢 是四重 就是看起来 有多重 Apparent weight 就是在水里面的重量 水里面的重量 因此它在水里面的重量 是等于 这个物体原来的重量 要减掉 要减掉 一个 同体积的水重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写成 如果这个是V的话呢 就是等于 Row Liquid 某一种液体 称上V Row V Row V 就是 体积V 应该是同体积的 一种 同体积的一种 因此 因此 这个W' 就是物体的 适重 适重为 物体 减轻 减轻 同体积 是一种 你体积有多少 你那个体积里面 装了水 就是同体积的一种 要减轻 同体积的一种 所以我们要记得 这个Boyant Force Boyant Force 就是等于 一体的密度是多少 乘上这个体积 再乘上积 同体积的一种 好 那我们这里还要注意的一件事 还要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 福利 福利 跟同体积的一体 在同一条线上面 同一条线 这里因为平衡 平衡的话 所以它们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而这个 这个一体 如果这里头 专门 通通只装了这个一体 那它的密度都是 均匀的 所以它的重量一定是通过它的几何中心 所以这个时候呢 福利 也是通过几何中心 当你把这个物体真的泡进去以后 福利 还是经过几何中心 因为它还是同体积的 水重的 大小 方向向上而已 但是这个物体的重量 就不一定是在几何中心 原因就是这个物体 不见得是 植料均匀的 比如说有一块矿石 矿石有的部分呢 含有比如说含金好了 金矿 它含金的成分多就比较重 另外一部分含金的成分少 它就比较轻 因此重量就偏这一边 因此你这个物体啊 在水里面呢 它重量会减轻 第一件 然后你如果把这里丢下去的话 你发现了 这个物体不是逼直的往下掉 因为它这两个粒 形成一个粒菊 所以一下子 这个转过来 一下子过来 一下子过来 所以它一个 如果一块石头 你往下丢的话 你就发现 这个石头在水里面 是这样子吧 慢慢下沉 就是因为它这个 它真正的重量 不一定是在执行的 不一定是在 重量不一定在几何中心 这是水面 我把一个木棍 细长的木棍 它是圆柱形的一个木棍 你木棍丢在水里 它本来是这样子浮上来的 就是你这个物体 它在水里面会减轻重量 如果这个重量 同体积的水重 比它原来的还要重 比它原来物体还要重 就是说 这个物体的质量比水 要小的话 那么它不需要全部沉下去 它沉下一部分 那一部分的 排开的水重 等于重量它就好了 它就平衡了 所以它就浮在水面上 如果说 这个物体的密度 比水大的话 那它就全部都下沉 现在这是一个木头 本来应该浮在水面上 但是我们现在假定 我们现在假定 我在这个木头的一端 加一点点的千块 加一点点的千块 在这里 体积我们就忽略了 它就这样竖在这里 竖在这里 竖在这里 我们假定它原来的这个 长度是L L 泡在水里 原来的长度是L 这个时候 它就平衡 平衡 好 平衡的话呢 我们画出它的外力来 外力 它这个时候 受两个外力 一个就是W 它本身的重量 一部分就是它的 一部分就是它的 Boyant Force Boyant Force B 好 那么平衡的话呢 好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我们知道它的SigmaF 是等于 B 减掉 B加W 等于零 所以它的Boyant Force 就等于它的重量 它的重量 我们这个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物体真正的重量 等于物体真正的重量 好 等于物体真正的重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Rho L 乘上A 乘上G 乘上G 好 我们 加上这个是Rho Rho 等于这个物体 它本来是这一段的 液体重量 但是它等于全部的重量 重量 就是等于这个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木棍 压下去 一个歪米高 往下压一个歪米高 于是呢 它这个底下就增加一个歪米高 增加一个歪米高 增加一个歪米高 好 那么 我们就看到 它这个时候的力 重量 还是原来这个重量 还是原来的 这个棍子的重量 但是它的浮力 就不一样了 浮力呢 变成 B' B' 原来这个跟W一样重 现在这个比较下去 浮力多出这一块来 因此呢 这个浮力 跟重量就不一样大 就不一样大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SigmaF 这个时候的SigmaF 就是等于 Rho GA Rho GA Fu Y Fu Y 因为 它的合力 合力是 因为你往下是Y嘛 往下是Y嘛 所以它现在多出一个福利出来 它现在是B 我们这样写好了 先不要写这个 我们先把向量式写出来 SigmaF 就等于 就等于 加上W 加W 这不是零哦 现在不是零哦 好 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 福利 就是多出这一段的力 这一段的力 就是Y Rho G A 你看 Rho A Y 乘上G 然后再加上 原来的这个重量 Rho LA G 这个是 负的 这个是负的 于是 它这个就是等于 我们把这个 减一减 不是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DY Y加DY 我把它 重写一下 Rho G Y 加上Rho G DY 乘上A 然后再减掉一个 Y Rho Rho G L A 好 所以这个跟这个减掉了 那么它就只有 这个 所以它的方向是 Y Rho Rho G A 乘上DY 而现在的DY是增加的DY DY DY是等于负Y 因为它 我们向上是Y 这个地方就是 等于负Y 所以它就等于 负的 所以 它的这个 福利 福利 你往下压一个Y 结果它福利是往上一个Y OK 好 那么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 减歇运动 做Simple Harmonic Motion Simple Harmonic Motion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写一下 我们说这个 Fu Rho G AY 这是Sigma F 它要等于 Rho G 原来的重量 LA 原来的质量 我们写质量 就是不要G Rho LA 我们写MA 好了 Rho LA 乘上 D平方Y over DT平方 于是我们就得 所以就等于D平方Y over DT平方 好 加上 G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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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Y 要等于0 等于0 OK G over L G over L G over L 等于0 好 我们领 Omega 平方 G over L 那么 则震荡周期 为T 为T 等于2Pi over Omega 等于2Pi 分子 根号 L over L over G L over G L over G 那么这就是它的震荡周期 我们刚刚讲过 物体在水里面的时候 它的重力 的着力点 跟福力的着力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般造船的时候 造船的时候 我们船呢 它是这样尖尖的嘛 肚子尖尖的下去 它有一部分在水里面 那么在水里面 它的脂 脂和中心 福力的地方 福力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船里面呢 它不是一个空船呢 它有载货 载货 所以它连所有的货物都在那里面 重的比较放在下面 它的整个重量就在这里 它的重心 一定要比福力的这个重心呢 要来得低 这个船呢 它才会平稳 比如说 你在海里面 风一吹或者浪一打 你这个船 斜掉了 对不对 斜了 福力还是在这里 福力朝上 但是它的重力呢 如果是在这里的话 比较低的话呢 重力就是这样子的 好 歪的没关系 福力跟重力会形成一个利偶 这个利偶要把这个船扶正 所以它一路上歪歪斜斜的走 它是一路上都会扶正 如果说 你这个重心比福力还高的话 那你这个船就糟糕了 如果福力在这里 我画下来一点 福力如果在这里 而你的重心呢 在这里 重心在上面 在上面 画的不好 画斜一点 我把这个船画斜一点 要不然看不清楚 福力还是在这里 地道建议应该是在这里 如果你的重力 在这个上面的话 那就糟糕了 你这个船 这个时候船的力往下 福力往上 它就会产生一个利偶 它的利举呢 就是要把这个船 越来越 使它越来越倾斜 倾斜以后啊 这个距离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利举越来越大 中置这个船呢 船底朝上 那么这个船就翻船了 所以我们在造船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它的重量 一定要在福力的 几何中心的下面 那么在债货的时候啊 也是要把重的东西呢 往这个里面 往船下面的床舱来存在 这样才会平稳啊 所以有时候空船呢 你如果船上没有东西啊 这个港务局不让你开出去啊 因为你空船的话 很危险啊 你一定要装一些东西 再怎么没有东西 装你要装一块 装一些石头下去啊 压舱 把这个让这个重量的 能够弄降低一点啊 这是我们在造船的时候啊 要用到的这个 一些 有关于福力的一些 物理现象 好 我们流体静力学呢 就 我们就讲到这里 哈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